今天吃什麼? 阿KING跟你想碰它! 蕃茄牛肉蛋花湯 材料有牛肉碎 蕃茄 蔥 雞蛋 薑 蒜頭 蕃茄湯很有營養 因為蕃茄有蕃茄的紅素 抗氧化物 對心臟和眼睛都很好 飲得多 還可以促進消化系統 大家來煮一下 有空要多吃蕃茄 先處理牛肉 牛肉碎 買回來 把牛肉碎掉 首先用水浸一浸 沖一沖 因為牛肉有很多 血水 沖了 吃的時候 會比較滑 這樣浸 血水就會出來了 接著 按下血水 把牛肉洗出來 這樣洗 兩次 牛肉的顏色很白 吃起來的時候 稍後會更滑 牛肉洗乾淨 首先用胡椒粉 加一點胡椒粉 加入一點 cream 蘇打粉 蘇打粉 然後添加鹽 加兩匙匙粟粉 2匙匙油 加入蛋白 搅拌 搅拌5-6分钟 搅拌到有弹性 现在已经有弹性了 拿一点出来按摩 有弹性 这样就可以了 煮滚水,加些油 将牛肉 1匙匙 用一匙匙放进去 将牛肉煮熟 你见到牛肉煮熟 打完后煮熟 一粒粒,不会散 如果可以做多些 可以放在冰箱 用盒子再放在冰箱 可以放在冰箱很久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搅拌面 煮汤,很方便 蕃茄 再煮熟 煮熟 在冰箱上切十字 将皮去掉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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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 切片 再整理 子切片 再切絲 蕃茄 一開四 因為我是小蕃茄 雞蛋 用三隻 加入魚露 發勻 加入油 先把薑和蒜頭爆香 放蔥的部分 把蔥白炒 一起炒 炒蕃茄 蕃茄煎一煎 會更香 而且蕃茄素 放一點鹽 放一點鹽 放了鹽 蕃茄就馬上出水 然後加水 加滾水 加水 差不多浸到蕃茄 煮熟後 讓它更加滾 然後把牛肉滑 放進去 牛肉滑 放進去 我們可以試試味 嗯,還沒適合 我們可以把蛋花 淋上去 加上青蔥 大功告成 現在還可以試試 如果味道不夠 可以加一點糖 或鹽 再調起味 有營養的湯 大家記得來煮一下 想知道我下次煮一點嗎 快點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和你的朋友分享 和你在一起 你會試試看